传的是文言文 造诣啊 不是造子 造诣非常的高 结果我们小张师兄看了 一头雾水然后传给他说 吓死我了 然后他说 你是被鬼吓到 鬼神吓到 为什么惊 反正他那个应该是由小张出来讲 我们才知道我们刘师兄的文笔非常的好 真的是高材生 所以那个文言文写的 工程对击 我们看了就甘拜下风 难怪我们小张看了真的是吓死了 他都还要赶快去找什么 再去请一本字典来好好地研究研究 拜读拜读 所以我们说读书的人才真的是相当优秀 应该让大家都有机会出来 贡献一些 所以我们说 大家应该各有专场 书业有专攻 只要大家愿意出来结缘 我想这个读书业 是大家的一个原地 不是只有师父一个人的 是我们说的 透过大家彼此的互相交流 让大家彼此互相增长 不管是佛法上的 或者是在生活上的 世间法上 大家都能够互相 彼此切磋 琢磨 同参到有 就是互相学习 互相的成长 这样子的话 我们人生才不断地提升 让我们不断地进步 所以当然大家都很客气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 大家都很有修行 的确是顿悟了 不是直顿的顿 这一点是真的跟大家肯定 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自己是愚痴的 没有智慧 其实这一点 只要有佛性 每个人都能够成佛 这就是会很大事后讲的 人有南北之分 佛性是没有南北的差异 所以和尚生跟葛疗生 都是可以成佛的 所以国也有佛性 国也都可以成佛了 何况我们是人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千万要继续加油努力 祝福大家智慧政党 大关上的 收求日子在吉祥 阿弥陀佛